女王国葬前夕 伦敦市区又出现巨大的彩虹 民众拿出手机拍照 直呼彩虹实在美得太不可思议 像是女王就在身边 而国葬日这天 英国各大报头版都看出同一张女王照 这是白金汉宫所发布的最后一张女王照片 照片是女王5月时在温莎城堡拍摄 笑容灿烂的女王在照片上 佩戴经典三股珍珠项链 胸前还别上海兰宝石胸针 这个胸针是她父亲乔治六 就是送给她的18岁生日礼物 英国媒体报道 女王过世前几天曾和亲戚办派对 并天天准时收看BBC人气气象主播 天气先生的播报 行为就像个小迷妹 CNN知名主播也回忆起曾和女王的互动 阿曼波曾接受女王颁发勋章 但当时她也难免心情紧张 而说起女王给人的印象 美国总统拜登这样形容 全球正要齐聚告别女王 日本德仁天皇夫妇九次改戴黑色口罩 其实两人上机时戴的是白色口罩 这次为了配合国际礼仪 夏季后盖带黑色 而乌克兰地夫人欧伦娜 礼拜天提前现身西敏廳瞻仰女王 最后她和凯特王妃一对一会面 欧伦娜也将获邀参加鼓葬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